搜救人員在團體河水中勾起繩索 攢扶著民眾一步一步走向河岸 早下的河水伴隨泥沙不停沖刷 衝擊力道直大 每一步都現象還身 業者焦急在原地等待 18號下午有兩名教練 以及10名高雄遊客 前往花蓮沙坡荡西溯溪 沒想到遇上強降雨 溪水突然暴漲 造成欺人受困 救難人員冒險開車 強渡西床搶救 最後成功在下午4點半 陸續將人救出 不過近日天氣不穩 各地發生強降雨 也造成災情不斷 藍色貨車半個輪胎泡在水裡 南投縣台三線 民間鄉東虎村路段 也在18號下午4點左右 受到午後的一陣雨影響 發生大淹水 還有中立地區中心地下道 出現一個大水坑 警方啟動雙向交通管制 而住在新北三重 更有住家 因為一陣大雨 整個管線爆開 地下室猶如一天瀑布 誇張景象 讓民眾起的PO上網 直呼房子 Gade太差 記者綜合報導